東京迪士尼樂園 東京迪士尼樂園用了三年 號至750億日園擴建的新園區 終於在9月28號開幕了 特拍完即刻入園和大家直擊 先去園區地標美女與野獸城堡 高30米全座都是粉紅色 有彩繪玻璃窗和怪物石雕塑 好像真城堡一樣 入園之後藍燈色也有神秘感 經過森林走入城堡 就去到美女與野獸的魔法物語 經過神秘感十足的圓關廣場 就去到廚房準備上車 這就是會聞歌喜舞的茶杯車 入到去 嘩!是晚餐會場面 終於見到野獸王子 還有東莊貝爾 中間部分就不劇透了 總之大團圓結局 之後就去到貝爾住的村落購物 可以找到電影中出現過的書店 武店和工匠製品店 少女最喜歡的貝爾系精品 也有貝爾和野獸王子的浪漫場景系列 貝爾野獸王子公仔調色 怎麼說都是一群伯仁朋友 好可愛呀 作為男主角 野獸王子都有自己的尊貴 最想不到的是 壞蛋加斯頓都有這麼多精品 肚仔餓就可以去加斯頓的自戀酒場 陳詞就以加斯頓獵人身份做主題 共有六款食品、飲品選擇 為了防範疫情、控制人流 新園區有新措施 遊戲一定要在當日抽選 餐廳和商店都必須要預約才可以入場 不可以碰大部份的精品 只可以scan code購買 再郵寄回家 最後疫情原因 園區盡頭的森林場景還未開幕 粉絲們要來心等公布啦 好可愛